香精 多点香精 口感就很接近了 这个是吹成香精 就是说 你想30年50年都给你调出来 得吹成 然后这个还是不上头香精 就是喝的时候很舒服 而且保证不上头 都可以通过香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2018年举报30爱灯假饮料 到现在没有解决 当时的时候 鸿蒙派出所 我跟鸿蒙派出所说 我说这车都是假货 应该把车子客流 找出地点 所在的地点 照假窝点 然后鸿蒙派出所不带 让我找现住的仓库 还让车子走 我说车子不能走 说张学费也是你出 车费也是你给 假货你还得看管好 然后让我租的仓库 我又倒退 耽误三个月的经营也没有经营 售假的 人被还安警方给抓走了 我得到了消息 我跟鸿蒙派出所的说 我说人已经被还安警方给抓走了 你这个案子给我立了没有 然后他查一查 人被还安警方给抓走了 那时候 4月28号不给我报的警 6月11号才给我立的案 还是我告诉他的 我说人已经被还安给抓走了 他6月11号给我立的案 让我损失 我说我已经损失货款的钱了 你还让我倒贴 现在呢 鸿蒙派出所立案不办 押案不办 到现在都没有个结果 给我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赔付 不管全国的媒体怎么报道 他们就不管 不问 报道一次来找我一次 不报道了 就不问了 我反应问题啊 我被逼的没办法 写写书啊 当时实在无奈 投诉无门啊 找这个也不管 找那个也不管 没人问这个事情 32人的假饮料 半挂车 14400平 没人管没人问 反应问题了 还在北京 找到了冠营县 也出来插一杠子 找到了冠营县 我老家的冠营县 打了把打的面摊 满脸全扎的针 这背后的造假窝点 及背后的保护伞 鸿蒙派出所 给我造成的损失啊 就是不赔付 就是不管 照假窝点 照假窝点 不查 那你立的什么案子 你立案就给人家办案 不查不问 冠营县打的我 八个人 公职人员 在北京哦 开着警车 很厉害了 很威武了 很霸气了 老百姓打的 鼻青脸肿 满脸炸的都是真 你们为什么不解决问题 我是为我一个人吗 我是为我一个人考虑的吗 我所做的这些 我举报 32人假饮料倒贴钱 反应问题 还召八名公职人员殴打 打成面瘫 绝傲那时候写写书 没人管没人问 我为了食品安全 谁为我啊 大纪元时报 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寓教于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 我给你帮助线 我给你帮助线 我给你帮助线